我終於到日本啦 發現了一件Daiwa的背心 這一件也是 Daiwa 今天是來日本的第三天 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完整的逛街行程 要去逛元素跟澀谷 如果是喜歡潮流文化 日本文化的話 那邊絕對是必須去的地方 所以今天就要來人生第一次炒勝一下 好香喔 好吃 好好吃 明天的開始 太完美了 吃飽 準備開逛 今天的第一間店 算是不期而遇的一間店 就是 FR2 俗稱的 XX兔兔 看到這個扭蛋我覺得很帥 立體的兔子 希望可以抽到這一個螢光的 好吧 稍嫌可惜 白色 好像是白色 上角的樣子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顏色我覺得很帥啊 另外還有試穿了黑色的D銅板 那看起來跟Climent的那雙皮鞋有點像 兩個比起來好像 這個跟衣櫃的鞋子會比較 不太一樣 這個的話就有點太像了 決定就是你了 買到啦 在台灣一直找不到Gortex版的 這邊看到 好不好 耳話不說 直接來 而且因為剛剛那雙鞋上面有一點點 很小很小的小屋子 我是沒差 但他剛好說 沒得換 就再折了我一千日幣 所以小確幸 剛好剛剛買完鞋子的旁邊呢 就是 neighborhood的店面 但是裡面 想當然了 是不可能拍的 但剛剛逛了一圈 我覺得裡面 全部逛起來 最吸引我的 反而是 門口 這一台車 有夠帥 然後 neighborhood的樓上呢 就是 Supreme 雖然比較少關注Noah 但直接被裝潢吸引進來 店內款式很齊全 陳列很有質感 看到不少不錯的單品 不過版型自己不太適合 荷包守住一輪 我覺得超扯的一件事情是 我今天是排禮拜一來逛 可能人會少一點 結果 這個人潮啊 今天也太多人了吧 難道日本人 下午1點半 2點半 就下班了嗎 也太快了吧 剛剛找到human mate 非常興奮的想來逛一下 結果 他就只有 那個小空間 還有 這邊的小廚裝 就這樣而已 然後衣服 幾乎也賣完了 只能當 朝聖了 下一間店 來到Snow Peak 經典戶外 服飾品牌 店內服飾類單品 非常齊全 感覺有不少台灣沒有的款式 很推薦outdoor car 可以來逛逛 自己開上了這件外套 但衣櫃的綠色真的太多了 還是先緩緩好了 還好我看過小開來的影片 不然Vispin的店超難找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人數的話 就是在 Zoomi的樓下 就是 Vispin 完全沒操牌 還在地下室 非常難找 如果你喜歡日潮 那你不可能不認識Vispin 高品質的工藝 讓每件單品都 猶如藝術品般的高級 雖然價格也是相對驚人 不過 真的是有夠帥的 這次我會試穿的是這雙帆布鞋 浩底加上做就 整體非常有份量和質感 只是兩萬多價格 配上這個腳感的部分 真的不是很好穿耶 經過了我的愛 Goros 但他們現在呢 沒有開放外國人來排隊 所以這一次 就 遠遠的 看著他 朝聖一下 下一次我一定會專程 拍一週的行程來日本 就是為了 上去 拜見一下 現在的時間 明明才五點半 但看天空 各位 這 會讓人有一種已經八九點的誤會感 跟你們說 日本的店真的非常的難找 我剛剛跟你們導航過來 然後到這個地方之後 確定一次的地方沒有錯 我就 左看一下 右看一下 完全找不到 然後才發現 他在 二樓 Needles Sales to West Ed Engineer Garment 都是Penthes的旗下品牌 除了經典的運動服單品 現場還有非常多其他的品項 包括Needles的重製系列 這間店也是大推各位可以來逛逛 畢竟Needles可不是只有四線庫 其他東西也是很帥的 現在的時間 是八點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站 就是 Lelabo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Lelabo東京店 我覺得蠻推的 因為他們的價格比台灣便宜 我大概算了一下 台灣的15ml 應該會是 呃 3000多左右 但這邊的話15ml大概是2000 台幣2200 約莫是7折的價格 重點是15ml的夢數 在台灣是只有限定幾個口味 有這個夢數 在這邊的話 它是全部口味都有這個夢數 然後這邊呢 就是城市限定的10號 不過城市限定的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15ml的話大概是比一般的 在貴7000塊左右 所以大家買的話要記得 然後它的口味我自己覺得有一點偏語聲 所以我沒有買 但如果想買的話 10號就在這邊 這邊 地上那一堆 就是我們今天的戰利品 日本 真的很可怕 昨天呢 車太好逛了 我們完全可以理解 什麼叫做逛街逛不完的感覺 然後 今天就是趕快 把昨天 大家想要逛的 電單沒逛到的 補一下之後 我們就要趕往澀谷 真的時間真的不多 而且聽說澀谷 是一個超好逛的地方 日本真的是 拍個五天 完全不夠 到今天的目標 就是HW DOG 我的帽子愛拍 這次的日本型目標之一 入手 然後價格的話 大概七到八折左右 但我覺得更大的好處是 大家可以在這邊 試戴它的帽型 因為我覺得帽子 是一個很重版型的東西 很多帽子可能好看 但是不適合自己的頭型 那他們家的帽子 我覺得就是如此 他們的版型其實有分很多種 即便是一個帽款 可能像貝雷帽 火石棒球帽 都有非常多的帽型 來試戴會比較準一點 喜歡帽子的話 HW DOG的帽子 我很推薦可以來逛一下 這一件 Needles的包圍 剛好我的尺寸 日本的二手商品 真的狀況都保持得超好的 這狀況看起來 跟新的差不多 價格的話 大概是定價的一半 然後這邊是Ghost系列的 2萬2 大概4千塊 4-5千塊 工作庫造型 這件也是 看起來很誘人 然後看到的這邊 全部都是Supreme 超級多的 一個二手店 高的跟百貨一樣 身後的這一家 REALTECH 如果有來元素的話 我強烈建議一定要來逛 我沒有見過一家二手店 搞得跟一個百貨一樣 真的是超級大間的 重點是日本人的品項 真的都保持得非常好 基本上沒有個八成 也有九成 近乎就是全新 所以這邊真的是超級多寶物可以玩 然後價格當然 大概看了一下 某一些品項也是會有炒價 但大部分都是會有便宜折扣 所以真的是一個 八寶的好地方 然後品項非常的多 日牌啊 老物都有 所以這邊 大家記得齁 來元素 一定要記得來逛一下 到底為什麼 日本的human mate 都只有 這麼小一間 上面的東西 除了包包以外 全部收到 只能當朝聖了 這一次來日本 除了自己的之外 各位的禮物也準備好囉 影片到這 暫停一下 這一次各位的禮物 就是 沒有錯 屠殺 屠殺的 Bearbrick 500% 或者400 加100%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我之前曾經說過 如果我要收 1000%的熊的話 我只收屠殺 跟猛毒這兩隻 現場看到這一隻 超想買1000% 但是 買完了 但依然 花車喜悅不想給各位 所以就決定買這一個 屠殺的 Bearbrick 500% 當作各位的禮物 抽給你們 怎麼抽呢 一樣老樣子 第一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第二就是我的IG 第三就是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你去日本最想逛的店 我會在一週後 在我的IG 限動公佈得獎者 抽出這一隻 就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影片 繼續 現在在PACO裡面的一個 叫做 Studius的店家裡面 本來只是想要套一下 這一條 Needles的棉褲 然後 店員突然拿出了 日本限定的 Nihara 這雙是毛的款式 很特別 但本來覺得還好 結果 我上繳了 這一雙 我沒有想到 Air Force的 鞋型 會這麼好看 這一雙 我被店員燒到了 真的很可以耶 雖然是第一次來日本 對他們的 審貨店沒什麼概念 但身後這一家 Studius 應該是這樣念的 他們的東西我覺得 很豐富 品牌也很多 現在很流行的 Mihara這邊也有販售 算是這一次逛到 我覺得還不錯的選貨店 跟大家推薦一下 他們店很多 所以你是在元素 新宿 原素 澀谷都有他們的店 新城的最後一天 終於趕上 來到了 新宿 一整棟 的Bimus Japan 真的是超級大一棟 一整棟的 2樓的話就是買衣服的地方 然後這邊非常多的Bimus Japan 然後價格呢 長梯大概是8000日幣 只可惜 它的尺寸 全部都賣完了 然後跟大家說 Bimus Japan這邊 不准在Bimus 而已他們的損貨 有非常的精彩 有Needles 非常多的特殊款 應該是他們這邊 店限定的別注款 像這幾個 我都是在便宜店 沒有看到的 另外就是 我這次來 一直忘記找不到的 CE KFM 他們這邊也有 款式還蠻多的 然後 實測也算齊全 這邊也是 隨著電車駛離東京市區 這次的日本行 也告一段落 18歲 因為潮流雜誌 而愛上日本服飾文化 22歲大學畢業 但沒什麼存款 25歲存到錢了 結果疫情爆發 28歲這一年 終於圓了這個夢 等了10年 才親眼見到東京 只能說一切 都比我想的 更美好 更強大 超會穿的路人 跟店員 怎麼拍都好看的街景 如果你喜歡服裝 那麼一定要親自 來東京一趟 有些氛圍 再好的影片 都無法呈現 只能等你來自己感受 至於我的話 先說到這 我先去訂機票了 那一會兒 都比想要不要 都比想要 都比想要 我們可以 不贏 都比想要